看上去好像沒什麼分別 感覺上去好像真的沒什麼分別 剛剛煎微筆的價錢差一千多倍 Hello 化妝師Goby 你們猜一下我現在的臉 哪一邊是用便宜的化妝品化 哪一邊是用貴的化妝品化 給大家三秒猜猜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猜中呢 對了 今天這段影片 是不是應該叫做便宜貴大對決呢 我們會挑戰一邊臉用便宜的化妝品化 一邊臉用貴的化妝品化 在雲雲的便宜化妝品裏面 我都是選了一些我覺得好用的產品出來用的 我們現在一起開始 我現在已經抹乾淨了臉 這一邊臉準備會用貴的化妝品 而這一邊是用便宜的 由妝前打底開始 便宜那邊我選了Ambulis 這個也是出名的 非常好用 而且是乾皮之外 它的價錢是1.8毫1m 這支的鎖水度很高 塗完之後會有光澤感 但因為我的鼻本身出油都厲害 我就不想鼻那麼光澤 所以我的鼻出油厲害的話 我就會避開不塗這個 然後貴的那邊 就用YSL的妝前精華 這個精華也是YSL出名好用的產品 用之前要搖勻它 因為它是水油分 啊 漏到水油分 是錢 漏走了錢 它的價錢是25.5毫米 很水 是Ambulis的十幾倍價錢 上面的質地是輕身很多 水很多 它是保濕得來 又會帶到少少瑣碎的效果 現在一泵再一泵 它已經超快吸光了 你看兩邊 都是極光澤 看上去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感覺上去好像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我會盡量這個時間不要得罪所有人 好 接著就上粉底 便宜價這一邊 我就選了SOLON這個粉底 我覺得這個粉底 是我近期用便宜價的粉底 得來也挺好用的一個版本 它圍繞大概3元一秒 它的遮瑕度都中上 而且是很容易推開的 很薄地上一層 然後用泵印開它 我也是會避開黑眼圈的位置 等下用調色的遮瑕膏去上 其實本身這個粉底 是偏向霧面的粉底 但因為我妝前用了這支EMBLOLIS 它會令整個粉底 變得潤一點 還有有光澤感一點 所以現在粉底的效果 都是有點光澤感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都是 有霧面的粉底 又想轉一下感覺 再變得有光澤感一點 其實混合一些滋潤一點的妝前保濕 都可以改變它的效果 我在臉中間比較多血管 瑕疵的位置 很薄地再上一層 讓它的遮瑕度可以加強 好 上完就是這樣 我覺得妝感也挺漂亮 你想想這支粉底的價錢 做到這個效果 不錯 然後貴的這一邊 繼續是用我的最愛KELDEPORT的粉底 這個粉底違反30元一米 剛剛好是SOLONE的10倍價錢 KELDEPORT這支粉底 它是做一個輕透自然奶油肌的感覺 很薄 上了一層之後 把它壓在皮膚上 它的遮瑕度相對這一邊 是低一點的 但是它可以做到一個 很自然剔透的效果 而且粉質其實都是比較小 原料粉的成本就會越貴 所以很難奢望 便宜的粉底可以用到很幼的粉質 不過其實很多人都不太看得出 或者感受到的 KELDEPORT這支粉底 它是不會怎麼承磨的 所以它保持著有一種奶油奶油的感覺 無論你熱、溶、曬、流汗、出油 它都不會斑薄的 因為它沒有承磨 就算它離開了 你輕輕用一個搓搓搓搓搓 它就會還原早上的狀態 這一邊因為它是有承磨的 所以現在乾了之後 它就會成為一個膜 保護在皮膚上 它就會沒有那麼容易移位 而且它的控油度都會相對高一點 不過萬一它都真的移位 它就會斑薄地卡了 保妝就會有一點點困難 所以整個妝的持久度 一定是承磨那邊會相對持久一點 但因為它承磨了就比較難保護 這一邊它出了油 它都會好像奶油肌一樣 漂亮的粉底 好像融入皮膚一樣 如果萬一它只是移位 例如我承磨它 折磨它 那些粉底堆了一堆 我輕輕一推 它就會回去 所以補妝就會容易很多 給大家看一看的妝效 看到它成了膜之後 它的光澤感相對都有低了 但都高於平時用的 因為那個妝前用了embolist 好 接著就是遮瑕 遮瑕平價的代表 我選了Wikmik的遮瑕膏 它是圍21.11g 我用偏橙色去遮我的黑眼圈 它的遮瑕度都是高 而且容易推開的 但它在眼底沒有做滋潤打底的情況下 有機會會有少少降 但因為剛才打電了保濕相 所以現在的滋潤度都算高 貴價遮瑕膏的代表就是 Bobbi Brown 這支遮瑕膏 違反$115.1g 我選了偏橙色 可以去掩飾我的黑眼圈 放一點點在眼中 然後拖開它 這個遮瑕膏 它會有少少溫度融了它 才可以拖得更薄 所以要直接放在眼中 用眼的溫度去融它 要是要在手掩飾到融化後 才拿到眼上 其實遮瑕度 叫做舒服中高 夠用 現在遮得好 是因為我選中偏橙色去調色 如果要用膚色的遮瑕膏 想遮一些暗瘡 或者深色的斑 可能要多上幾層才會遮瑕 它在高狀的遮瑕膏來說 是偏潤一點的質地 偏潤一點 通常遮瑕度就會低一點 好 接著就是shading的代表 perry perry 又或者是這個 帶熱的fenty beauty shading 你看到這兩個品牌 你就知道 便宜價的應該是perry perry 然後貴價的應該是fenty beauty 對吧 但因為我們這個遊戲原則 是除了gram數 除了gram數之後 perry perry的shading 是要200元一gram 雖然它單價便宜 但它的容量很少 而fenty beauty 它是為了44.31g 價錢相差4.5倍 這個結果我也覺得挺驚訝 因為它真的很大支 好 我們現在一起來做這一邊 其實兩支我也有用 可是我覺得它的顏色 是適合亞洲人 不會太黃 或者不會太紅 又不會太油 因為如果很油 它的池妝度不夠高 香港那麼潮濕 就很容易出現 這個是OK的 容易推的 我喜歡的 而且原來它違反這麼便宜 所以它真的贏了 縮短一點 顏頭 但是因為它這麼大支 頭也會有點大 要做鼻子暗影 下顏色就要小心一點 好 貴價這一邊 就用perry perry 它這個頭 就會相對小很多 所以位置你可以拿得再精準一點 它的顯色度 沒有fenty beauty那邊那麼高 所以你要加多一點點量 才夠的 顯色度不高 都會有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對化妝沒有那麼熟 你的位置錯了 都不會那麼過 因為它的頭很小 所以做鼻子的暗影 就會那個位置剛剛好 這邊就是貴價暗影的效果 這邊就是平價暗影 這次平價胭脂的代表就是 泰國品牌的染唇液加胭脂 它可以用來染唇 或者當成是胭脂用的 它的價錢超便宜 1.5毫31milk 蘸一蘸臉的中間 然後用pop引開它 一定要快 因為它是染唇的 如果在乾之前還沒引開 它就會一塊塊 然後它就有一個很自然 好像白淚透紅的感覺 現在我的嘴巴好像沒有塗唇膏 但是有一點純色 其實因為我拍片之前 偷偷地塗了一點點 我本身今天的嘴巴完全沒有 因為它染了下去 所以我吃東西、喝水、舔嘴 它都不會脫掉色 然後在貴價這邊 我選了SUKU的這個胭脂膏 它也是做到一個白淚透紅的感覺 但是它是計Gram的 它是50.61g 價錢真的差很遠 這個胭脂膏也是做胭脂或者做嘴都可以的 輕輕印一點在臉上 然後用POP印開它 印開了 其實它的顏色也是很漂亮的 不過我現在發現 這一邊這個位置 現在起了一塊濕層 剛才也沒有的 為什麼起了濕層 應該是因為這一枝 因為它的香料比較高 所以我的皮膚很敏感 就未必能持續到 但是這一枝是很多人都說很好用的 因為這一邊的所有東西 我之前也有用過 這個我這次第一次用 只可惜我太敏感 所以這裡這些位置 開始有一粒粒的東西 要腫起來 好像要敏感 上了膏狀的東西 現在就想粉餅做定妝 這次選了這個便宜價代表 就是Miltouch的粉餅 它為單是19.1億g 我想妝感透薄一點 所以我也是拿數上的 我覺得這個粉餅的價錢 性格比真的挺高 而且因為我這邊用了眼面粉 所以它的乾爽度會比較高 面越乾爽 黏的碎粉的份量就會越少 越少碎粉 看上去的粉感就會越低 所以現在都不是黏到很多碎粉 好 眼黏我都想碎粉 只有32.1億g 它跟Miltouch一樣 都是屬於一個透明感的粉餅 如果我現在這個敏感 正常上很多不同品牌的粉餅 那些敏感就會浮出來 皮就會卡住了 但是Cell Deport的粉餅 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如果有敏感上去 皮都不會卡住 真的很神奇 上完粉餅之後 那些敏感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然後現在就上光影 光影我就選了這個 光影大概9.1.1g 這個光影的質地都算是細緻 而且那個光澤感是挺自然的 換個鼻影 貴價這邊的光影代表是SUKU 它違反大概72.1g 這個光影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我超喜歡它 很好用 那些粉質是很細緻 很漂亮 很自然 它可以做到好像沒怎麼塗光影 臉本身已經是這麼光澤的效果 塗光鼻影 SUKU這邊的光影 它的粉質是再細緻 這一邊 這邊我真人望 都看得出它是化妝 臉很亮 很閃 這邊的鏡頭看 你覺得好像光了 但真人望 是不像是很光影 但皮膚有飽滿了的感覺 好 接著就是眉粉 眉粉便宜的代表 就是KATE 這個眉粉 是34.5g 純粹在沒有顏色的地方 加一點顏色 這個眉粉 都可以在眉頭這些位置 用淺色一點 眉尾就用深色一點 設計也很方便 大家都供應是好用的 好 接著 貴的眉粉 就是SUKU的眉粉 這個眉粉 我都覺得很好用 它圍為83.31g 雖然它的單價好像很貴 但它脫開又不貴 因為它很大盒 裡面的量很多 都是一樣 由淺色慢慢漸變到深色 就可以分區域地畫好眉 我覺得SUKU的眉粉 比起KATE的眉粉 它的顯色度 是相對高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是老手已經很熟悉的眉 你就會覺得它很快可以畫整個眉的顏色 KATE的顯色度相對沒有那麼高 顯色度沒有那麼高 就會相對適合一些新手 可以慢慢瞄眉眉的顏色 不過就要瞄久一點 用完眉粉之後 我就要用眉筆畫一點無流感 眉筆平價的代表就是這支 它的價錢是4毫8千1g 超便宜 不過頭要自己用戒刀戒尖 才可以畫到一些幼的無流感 然後貴價那邊 我就選了Benefit的眉筆 它們的眉筆這麼多年來 都是超級出名的 這個眉筆的價錢 是7805元一gram 和剛剛貼眉筆的價錢 是一千多倍 不過頭髮本身已經很幼 就不需要再自己刨 還是可以畫到一些很幼的線 但因為這個 它本身已經很幼 不用刨 但它的幼程度 都一定沒有自己刨那麼幼 適合身手一點 方便一點 另外一邊也有螺旋叉 可以梳一下毛 好 下一樣就是眉筆 皮眼膠的代表 也是一個好出名 超好用的眉筆 它是7.3多些 1g 我覺得這個眉筆的好處就是 它掩飾真的可以掩得很均勻 而且沒有更容易一塊的感覺 特別是適合一些 但是本身的眉筆很粗 很黑的人 不想眉筆看上去 那麼兇 那麼粗 做淺色是會幫到很多 所以如果你喜歡 歐美妝 這樣眉筆升起 這個就未必做到 它只要做染色 然後 貴價代表的 這個眉筆都是benefit 這個違反80元1g 十幾倍的價錢 它的染色度沒有剛剛那樣高 但是它的定型度 是會好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想 Gel高一點 或者重新調整 眉毛的生長方向 它就可以幫到你了 喜歡歐美感 立體的眉型的人 就會喜歡多一點 眼影平價的代表 它是為19.5g 這個眼影的顏色 都是很容易上色 那些線都是很細緻 很漂亮的 眼影輕輕一掃 那些顏色已經很平均很漂亮 又不會怎麼飛粉 好 眼尾加深一點 而且它也是一盒有深中淺的顏色 就可以很完整地完成整個眼妝 好 做下眼影 好 加深一點眼尾 這一邊貴貴眼影的代表 是Tom Ford 它的價錢是為82.5g 雖然它的單價很貴 但因為它的每一格都很大 所以長開又沒有想像中那麼貴 它的顏色也是很漂亮 很容易上色 那些線都是很細緻 其實Tom Ford的眼影真的很漂亮 歐美的感覺 好漂亮啊 這架真的 它這架在不同的角度 都會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用這架這麼漂亮做打底 它和平均那邊都是一樣 這麼容易上色 嗯 顏色很漂亮 好 然後我會用這顏色 加深一點眼尾 所以如果你的眼睛 很需要做陰影矯形的話 就可能要另外找多一盒 深一點的眼影 粉粉地加深眼尾 然後下眼影我就試用這顏色 我也是用這顏色加深眼尾 因為哪個眼影顏色 整件事都很秋天 很活潑的 然後我發現 凡是一些貴的化妝品 不知道為什麼都會有一個 這樣的防塵套去套著 然後拿出來會不會有一點麻煩 但看上去好像很漂亮 很高級 接著就有到臥蠶的高光 臥蠶筆的代表就是 Rick Make和Bobbi Brown 大家可能會覺得 Rick Make還不是代表便宜的那邊 但Rick Make因為這枝很細緻 所以圍蠶要266.61g 至於Bobbi Brown這枝 圍蠶是190.61g 所以這次Rick Make這個選手 是代表貴的一邊 閃閃的香檳色 閃粉是偏粗一點 存在感會比較強一點 果然是歐美品牌很閃 Rick Make這個香檳色 閃會比較細緻 而且頭部比較幼 所以我覺得滑荷層高光的位置 是會比Bobbi Brown那邊 稍微容易一點去用的 因為閃小一點 所以看上去會比較自然 好 接著就是眼線筆 這枝是便宜的代表 它是一個日本品牌 如果你們喜歡看化妝片 應該經常都會看到它出現 它的價錢是為1.541g 超便宜 它的面是很容易乾的 所以用之前要用紙巾搓一搓 它才會比較容易用 顏色是舒服的 不過我還是覺得它有少少難上色 然後貴價眼線的代表 我就選了CT CT這個眼線是為208.3億g 又是一個百多倍的架差 不過CT的好處就是 它是輕一滑就已經好上色了 不用怎樣穿 又不用大力拉扯到眼睛 好 我剛剛自己整理了少少眼睫毛 因為我的眼睫毛 直了 現在脫得不頂不頂 最後唇膏的部分 平價代表Q的唇膏 這個是56.21g 它是一個雅面的唇膏 因為我的唇唇上唇很薄 所以我一向塗唇膏的唇膏 都會更高一點 讓人中短一點 它是一個完全雅面 都很容易做branding漸變的唇膏 雅面的唇膏 都不會特別明顯 或者特別乾 然後 貴價唇膏的代表 就是這支可以做殺人武器的唇膏 它的包裝是很聚手 有個扣子 最近很流行把袋子掛很多 噴噴噴噴噴 這個可以掛在袋子上 遇到飾狼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 它也是雅面的唇膏 這兩隻唇膏上唇的質地超前 如果不是我要聞它的味道 有香料味 我都回不到哪一隻 但它們的價錢差五倍 現在弄一弄頭回來 現在看一小時 我塗在手上的粉底和遮瑕膏 它們有沒有變暗 這個就是Bobby Brown的遮瑕膏 一個小時前 一個小時後 是完全沒有變的顏色 然後這個是Rick Make的遮瑕膏 一個小時前 一個小時後 其實變得好笑 變得一點點分別 這個就是Kel Depore的粉底 一個小時前 Kel Depore的粉底 一個小時後 都是有好小好笑的塗 然後就到梳洞的粉底 它的分別變得大一點 這個一個小時前 這個一個小時後 都會變成一度的分別 不過大部分控油到高 會承磨的粉底或遮瑕膏 都會變暗塵 所以是正常的 很可以接受的 這邊面就是貴價化妝 如果除開Gram數計的話 這邊面的價值是 而這邊就是便宜價化妝 除開Gram數計的話 這邊面的價值是 $394 我當差是5.6倍 不知道你們喜歡哪邊的妝 那麼多一點 如果喜歡便宜的那邊 就給我一個1字我 喜歡貴的那邊 就給我一個2字我 可以留言告訴我嗎 我化完這個妝之後 都有在IG問大家 投票 覺得哪邊我是用貴的化妝品化 哪邊我是用便宜的化妝品化 結果就是這樣 其實便宜的化妝品 不一定是不好用 都有很多好好的東西 貴的化妝品 也不一定是很好用 也有些沒那麼好用的東西 雖然今天這段影片 我全部都是選了一些 我覺得應該是好用的東西出來化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 選擇化妝品 不一定要看便宜 是主要看那隻化妝品本身的本質 合不合你 如果你本身預算多些 又喜歡漂亮一點的包裝 你可以去買一些貴一點的化妝品 如果你說不是一個學生 沒有什麼預算 其實便宜的化妝品 也有很多是很好用的 最重要是你的化妝技術 所以大家選擇適合自己的化妝品的時候 真的可以撇開價錢的一個框架去選擇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我們下個星期四見 拜拜 現在有三個選手在我面前 三個對化妝也應該有點認識 你化得一樣是樣的 我特意選擇一些差不多顏色 全部都不同 全部都不同 我特意選擇貴和便宜都是差不多顏色 看上去質地也差不多 嘩 有那麼難猜嗎 好難喔 右邊是這邊 這邊是貴 有人猜這邊是貴 1號猜這邊是貴 然後呢 你們的樣子很困擾 我很想拍你們的樣子 我看我這樣自己好像金魚哥 我也覺得這邊是貴 這邊是貴 這個位置 蘋果機的位置 令我猜這邊是貴 其中一位選手猜這邊是貴 但我要先戴頭盔 我這個位置生了達濕層 喔 是 是不是要重新猜 重新猜 因為我本來以為它卡粉 Moby的皮膚很好 應該不會這樣卡粉 之前這邊 我覺得這邊的粉質有點 粗糙 OK 我覺得這邊的粉質有點粗糙 會不會是因為這邊的光影閃一點 粒粒好像明顯一點 OK 嗯嗯 我起初是看到有一點 因為這裡有一塊濕層 所以 嗯 我還是覺得這邊好像細緻一點 細緻一點 還有眼影好像也細緻一點 嗯 OK 我喜歡這邊的唇膏多一點 唇膏我好像也比較喜歡 但它們除了顏色之外的質感 其實我真的分不到 除了氣味 如果你混亂了一層 要問一下 如果我混亂了氣味 我會分不到這兩隻唇膏有什麼分別 喔 這邊是貴的 喔 這兩隻 不要走 我就想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業務 順手買一下廣告 其實我們公司是有一大群很優秀的化妝師 除了提供一個化妝 婚禮 宴會的服務之外 還有一對一的個人化妝班 如果你們想最精準最快地知道自己化妝有什麼問題 可以極速去解決和改善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我們的一對一個人化妝班 另外呢 在間不時的逢星期二晚九點鐘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限時優惠直播 因為我們其實有網店的 那網店上面的產品 就是我覺得好用的產品才會放在上面 那間不時的星期二 而晚上呢我們會有直播 聊聊聊天 和聊聊那個禮拜 有什麼優惠的產品 那如果大家有空 又想跟我聊聊聊天的話呢 那就可以留意一下我們的直播了 這個就是我的個人IG 這個就是我們公司的IG 這個就是我們小賣部的網站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看看 拜拜